我们不可能要求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跟我们一样有相同的水平 不能因为我们的善良的心不被别人重视 我们就自己去放弃它 当你不被别人认可遇到挫折的时候 记住了我们要有韧性 我们要学会忍辱 佛法讲忍辱才能精进 而有的人在人际交往当中 经常把别人对他的好 犹如把玉石当做石头一样 不当回事 没有把别人对你的爱和对你的好 作为一种珍惜的爱戴的一种感情 对这种人 我们学佛人要学会宽容的笑一笑 宽恕他们 让你自己也超越了别人对你的伤害 得到解脱 很多人以为自己拥有很多不动产的房子 可以保子子孙孙 想一想 天天地震 天天水灾 澳洲飞机场附近的好几座大厦 横梁倒塌 房子下线 现在连不动产都开始动了 人间就是无常 没有一件事情 可以永久地保持的 所以做人要知足常乐 学佛就是要提高智慧 知足你会得到拥有 要想拥有的人 就必须要知足啊